各位聽眾大家好,你們現在聽的是三藩市Open Sky Radio,三藩市的網上聰明電台,大家好,我是黃毓民 以下內容並不代表本台立場,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集合海外力量,改變舊有景象,由人民力量三藩市灣區後門會,Open Sky Radio,香港人網及My Radio,共同聯播海外同盟知 金山喜怡,我是黃毓民 好,今天我們非常非常高興,真是門上光榮,請到我們幫主,黃毓民 Hello,大家好,我是黃毓民 我們坐在這裏的背景板,即是我們舊金山的好朋友,長期支持毓民的,以及支持日網的,特別是日網,大家都有聽的 現在真是天涯藥秘倫,桃園分界,周圍都有,最近我看到這裏的電台,都在看著老蕭的粗口節目 那我一留意大件事,哪裏本地的電台,還有人聽的,真是 我有幾個,我的師兄弟,他說,我現在聽老蕭,你聽老蕭 我今天去一間,在Milbury那間酒樓,那個老闆堅師傅走出來,老蕭昨天說什麼 那這些網台也很厲害,現在這些用大電台,都要用我們的contact 本地主流潮,和香港的主流潮的分別都是非有的 不是,他…太主流,還有他的針對對著,是在這裏 對著,他思想比較保守 你在視頻上說,在美國拿著美國制製金圖,那就是… 所以他經常說 你來這裏來三萬四日來溫哥 黃毓民你窮途沒路 我說是呀 我和你一樣 你早來早窮途沒路過我 這些人很難改變了他的想法 起碼我們現在有些年輕朋友 我們就算有些年紀比較大 同學生年紀比較熟悉香港的情況 他都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所以網台的作用都很大 我們現在最近他們做了一些網上的調查 他有一個調查的 就在全香港的網台裏排的幾個 其實他不是只做節目的網台包括網站 當然我們就會落後於Yahoo 銀行的網站 最多是上去的 如果你計算了PayJu或GitRay 你一個人可能每天都可以上十次八次 你去檢查數 轉數 那些就不可以計算的 但如果總的來說我們排都排23 都很厲害的 短短幾年間在全香港的網站排名 我們排第23 所以他就看你的流量和人數 所以我們飛其他的網站 就佔了PayJu 因為我們有些網路的節目 你下載一次就當你一次 現在我們一個星期平均 整個網台 下載的人數已經超過百分 但是這不是一個健康現象的 所以現在他就要開發多些節目 給多些新人出來做 所以一個義軍突起的就是黃昌 最近就是魯蕭又重心禮拼 給他一至五之後做七點半 七點半做節目 即是你五點半都要上班 是 是 早起朝天 我幫他做了兩個職業 第一個職業後我遲到 因為計算錯了車程 因為我打算坐的士快點 我又不想司機這麼早去西館我坐的士 結果那天在雙年我失了九個字 他遲到十五分鐘 第二次我正常 第二次我有這樣做 第二次就是早到十五分鐘 坐在去等他 所以你做這些早上節目很難 因為電台他很多計算 他在說像大班間時的風格 是有六七個人計算他的節目 之後一早幫他掃到報紙回來 然後分類把社論全部剪出來 你明白嗎 然後再做些intext 那些新聞最重要的是 頭條新聞有幾單 全部排出來 然後你就拿著說 然後那天每一天 就去找一個重要的議題 大班的節目最做得成功的就是 我們經常說agenda setting 他定了一個議題出來 拿著一個議題 玩了一個星期的社會議 譬如我們最近 譬如我們要做電話 我們就要為他們 一定是玩那個充電加價 講真加價 然後叫人 走遍去訪問 然後就主要集中這個環境 因為現在我們那個董國民長 預計2012年也會不斷升高 現在的小市民生活會很艱難 現在你中電的加價幅度 是去到接近10% 這個是要殺死他為止的 你明白嗎 一定是要殺他的 你是擊起民憤的 你明白嗎 所以連曾蔭權都在那裡 貓哭老鼠 沒有留意 你這麼艱難不行 曾蔭權說 大佬你是特首 你明白嗎 是嗎 所以你看到 這個在電台的神組節目 你都說 gender setting 是會帶動了一個討論 和造成一個運動 就像當年沙士 去大阪之後 叫人買口罩 或者醫護人員 射救口罩 那個是很有感染力的 那些人會害怕的 那時候他在說 要買口罩的時候 死了五十多人 那些人會害怕的 那些人會害怕 射救口罩 成功做了這個運動 變成十點多特首 這樣來 所以做這些節目 其實神組節目 是最容易發揮的 以及最容易 build up你的image 所以 為何要被王上做這個節目 因為現在就是要捧著王強大的 而且他事實上 是一個百可多力的 論述能力很強的一個說法 用周星馳的說法 就是他有那個親王 可以帶領到一些人 去跟隨他做這個運動 但是有人會粗口多 你也粗口多,原來我覺得粗口是不一樣的 不是,我為了問多 他不能夠不說 他不能夠不說 你有聽我的節目嗎? 台長在德國和台長兩個人的時代 我的節目是一個人做的,就是一句粗口語 你聽回MyRadio的早期很粗糙 我現在不和我現在有一個Panel 現在有一個Panel 如果大家回來香港找我們 很多人都在美國,加拿大回澳洲 我們帶他上網台 我們現在的網台,那個寫字樓就是阿魯超 因為他一個就是3D 就是中國3D數碼公司 用這個名義早兩天請了唐英年出去 因為恩子丹是在拍攝燒定一部電影 很厲害的 他可能把整個肉捕團賺的錢 都放在恩子丹的一個人身上 恩子丹的片酬是燒過3千萬元的 這是全香港最貴的意義 你也想不到他當初是做那些 怎樣說呢 做我們叫做武行 打關頭一邊吃功夫 被人鬥心口撞棋槌 打兩個關頭那些 現在他是片酬最高的南議員 在香港 講一部戲 嘗試落差 不知不可以片酬 現在找他拍《急讀劇》 那一天他問唐英年上去 主要說電影 有些人找我 就說你小靖在那裏查 一定是唐英年做特首 在那裏說這些 其實蕭定一和老蕭 除了有父子之外 沒有什麼必然的怪 又要這樣看 所以他電影事業 就交給他兒子 寫字樓 樓上就是中國3D數碼公司 樓下那一層全層都是網路 其實老蕭真的都扔了很多錢出去 所以我們經常說 當然我們大radio就這樣做 都可以做得很好的 但是整個平台就差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人網的節目 其實都很多元化 除了原本的三條之處之外 就是高朝聰、葵、黃海節目 一至五、魯蕭三文、我女孩 其他那些好像譚校的節目 做了很久 博士五文 雖然沒有了Q仔 但是又有了皇上 皇上的節目 他一個禮拜左右 賣 其實皇上有懷疑 都已經慢慢製造了他那個東西 現在早上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下載的人 不是下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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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載的人 也有超過一千人 那你一個神組節目 剛剛做了一個兩星期 你有這樣的成績 證明我們有一些人望的勇忍 都去聽他的節目 基本勇忍 所以我估計他做一做一做 就稍微有一個方法 改一改 小兩句錯誤 10分10 你看我那天幫他做一招 那一招都可以 那個鐘頭當然有我講 沒有去講 那個鐘頭 但是因為那個節目 他做兩個小時 一個之後都做兩個小時 做五天 這個是一個full time job 所以他現在皇上 他都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那些公共政策 你不是經常講政治 讀過一名 我說那些牌檔 現在政府出了新例 要釘他牌 有什麼問題 這些很多是牽涉到公共政策的問題 他變了要花些時間做這些共和 但是他人是很聰明的 所以這個節目 我估計慢慢都會變成一個無牌節目 所以人網的發展 就看到那個潛力很大 現在排23 那些再升級 可以計算那條數 如果人網升到20名之內 那他就一定是那個收入 和那個開支就可以bring in 現在都可能還要每個月 我不知道 實際這條數 要問問萬必先知 每個月大約都要少少 因為他是有出量的 他是有一班行政 就是me那些要出量的 我們這些節目是沒有量出 還有我們還要貼車費去做的 這些節目就不多 現在正正是有些節目 就是找回在裡面做的那些人做的 還有培養多些年 就是年輕人做的 因為他每年都會搞 一兩次的DJ訓練班 在DJ訓練班那裡 就發掘一些有potential的人 給他一個機會做節目 但這個就比現在 你在大氣電波上 培份人才容易得多 因為你什麼人都可以去做 因為他那個限制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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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就是愛明那些都是這樣 是不是 現在他已經在網台 就是他自己有個節目了 另外他又做Amin 整個日網都內區都被灌了 就是慢慢去人手 就是這樣培養回來的 將來我們保羅開了貨之後 我們都會特別有一班專門做節目的 那些我們可能會收回一點點錢 因為我們現在賣到的地方 我們會做一個studio出來的 就不像這些這樣 真的有一個panel 推咪 按鈕 播歌 你現在是從電台沒有分別的 例如我的節目 就是break time 播歌 播歌因為受了cash的限制 cash是作曲及創持人協會 他收回那些錢的 現在有六大唱片公司 就不讓我們播的 現在我們不能用歌來播 你遲到自己作曲來播 沒有歌來播 因為他不會讓你播 台灣也有香港六大公司 台灣也是有六大公司 台灣也是有滾石那些 有六大唱片公司 英國就不入六大 英國的歌聲 不是整個歌群組而已 很煩 我寧願你節目的break 聽聽聽你在議會藍人 好像現在這樣 剪回一些你在議會的片段 我聽著那個節目 可能會引起我去台區 去檢討你罵那個議題究竟是什麼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這樣更好過你播歌 你播歌我就飛完了 我們今天在三晚市 我們和網友在這裡 大家聚一下 這個節目其實就是 或者Jason 你講一下這個節目是什麼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節目其實都是講一下 有沒有節目名字 有 有節目名字 我們都有節目名字 是什麼 金山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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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可能有禁告 是不是 有沒有 有 沒有的 我現在沒有你頭 你現在不忘記 你現在不忘記 就是有禁告 那就可以了 你暴犯金山起義 是 都可以講一下香港的議題 以及講一下 金山日關心的事情 金山日關心的事情 不是 因為其實這一個show 就是香港人網那邊 跟著跟 找到阿Dio 就是阿 就是阿 大舊的那些人 是的 風水佬 風水佬 是風水佬知道話的 叫他每個 叫他每個禮拜六 半個小時 是 叫他每個禮拜六 半個小時 不是這個節目 無以為計 他也是想我們 外國每一個城市 都錄一節目 去討論回香港的議題 還有 我們本地的議題 可以和香港那邊 大家交流一下 我們都會知道 我們雖然人在外國 但是都會關心香港的事情 而香港人都可以知道 原來 外國每一個城市 它們發生了什麼 會不會和自己 香港有些 某程度上的關係 或者是一些 寫照一些的事情 就是好像之前 我上一集說的選舉 我們就 一人一票選市長 你們就千二人選過 特選出來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然後選舉 選到不宜樂 很開心 大家好像自己 有時候落區 又騙手 請你支持我 然後又不知 我都不能同意你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我經常說 我最近去中學演講 講新來革命 講到民主 我不是 新來革命 基本上是失敗的 正式革命這部分 因為新來革命 到現在一百年 除了台灣有民主之外 中國大陸 香港也沒有 孫中山 民原主義的革命 基本上是失敗的 或者叫做革命成功 好像臨死時不說 我去到中學 我講講話風一轉 我會講到 中國的地方 只有台灣 真的可以有人一票選總統 無論她是基佬 或是女同志 有任何一個 你說她是基佬 一個你說她是女同志 誰都好 都是由人民決定 是吧 你去投票給她 是吧 但是香港 這兩個英 都不是你選擇的 這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我又有些重學講這些 是吧 那些中學生的反應 都是很清楚的 他們都很明白這個道理 有一次 有班小學生來立法會 她很喜歡帶一些學生 他們參觀立法會 其中一半個小時 我跟他們講完 介紹立法會的組織 講到選舉辦法的時候 我就講了 我們選頒獎 想要你一人一票選 還是老師委任 一人一票 小學五年班都值得 我說 不是的 我們這裡不是每個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第一次在一間學校好笑 我問 那些學生 有一間學校 有些老師大個年來 我問 你是不是一人進去選 哪個班長 不是的 老師叫誰做誰做 哪個老師看著我 不是的 你說的 老師說我沒有 他試過 是吧 這是一個相經教的 所以我過去這麽多年是做很多這些事情的 所以很多人其實不明白這個道理 為什麽我們現在這麽多年才不支持呢 就是因為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不斷去重學 譬如我十年前去過那些 現在已經大學 是不是 我早幾年去過那些 有些現在讀大學 所以我經常去大學的時候 我會碰到一些同學 那些同學 你那時候去哪個學校說話 最近有一間叫聖保羅 他在這裏 他在這裏 我然後給你 我所考慮的 有些事情 我們有些事情 他就看到 臨時的事情 他就算過何時的 但是他對黨 他會跟我們工作 除了之後 他會合作 他會有好事 我那個節目都是人網其他網台 你要坐在那裡 要找 要找買影片 我們覺得這也是一個漫畫 將來可以大家讀一讀 可以將節目放上去 如果你們拍這些就最好 就直接放上網面 如果我們今天回去剪一剪 就可以補償很多人去看 文人網你過有帳戶 有帳戶上去 Facebook 全部都可以 所以現在是很方便的 現在錄音室就在這裏 當然做直播都可以的 如果當時我們用Skype 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是很方便的 現在每個人拿著手提電話 已經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空間障礙 即使我們大家一年見到前面 其實大家都很熟 已經很熟 我講話的Style 我想什麼 說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交流 我又想問一下大家 希望我們節目有些什麼 例如一個最敏感的話題 是否應該不要說錯話 因為他現在變成一個習慣 都不是 我不行 不要特地說 不要特地說 好像你這樣 好像有一陣子 就老少爺錯了 有阿陳冠道的時候 你記得嗎 是不是都爆 是不是都爆 王帥就更加 他晚上一 其實王帥你看到 王帥現在都修煉之後 早就已經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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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想 因為你很熟 所以我不說髒話 他又不想 他不會答應你 我不說 但是他看到他早就已經很熟 但是 有時候說髒話 對我來說是挺好笑的 所以晚上的節目都可以 其實你王帥 因為我們不受保管條 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沒有了那個 就沒有了那個 獨特性 還有有些事情 你不用粗口 可以表達 即是皇上那句名言 容許我講一句粗口 昂糕無極限 你怎麼可以 昂糕 不用粗口 昂糕 昂糕 無極限 大哥 那個你不能這樣 昂糕無極限 你就不要笑 哈哈哈哈 接著又不要聽 上去的節目就不同你的節目 你的節目有時候 一加大大體 那皇上現在早上節目 都是 普及性會很大 但是 暫時來講 就是 現在是為了要講 在小巴貨有成 如果你想吸入更多點定義 你就要做到很正 即是很多人 我想在講 沒有什麼 會介意 說粗口 但是你想想到普及性 和你想到的一個正式 認同 香港人 就說粗口 說粗口 和國不得 這些 很奇怪 所謂的道德 你那些外國人的電影 糊糊的聲音 是 你香港有個佛字 就叫三級 因為三級 要去研究 給影視處 要電檢處理 才能信心 如果裡面有一句粗口 都會有的 即是那些語片 即是那些港版面 即是那些語片 即是說一句半句 就不會連三級 一多就有三級 如果他無氣連三級 你下跌了十八歲以下 你就會去研究 那他就不用 那他就剪掉 那時候有些年輕的抄生 都會說錯 你這個不需要 你明白 但是那些人要送去檢驗處 但是你沒有跟人 不用 他就剪了什麼 沒有一種 應該是不明白 那些人要走 他會損他 他有些機會 他會有些 他會很狠 會狠地囂找到 那要其他人 你對他 如果他走 我就全部進去 那不是我的全職 你他們就不能讓我參加普選 是的 但是你去研究 他不是成績 他可以立刻進去 我可以進去 我可以投票 他現在很熱,現在他們的立場基本上是一字,三分二 就是三個反對方 現在全區只剩下兩個人,兩個人 兩個半,兩個半,那個都可以剩下半個人 那個是看時間,所以半個,那個人是半個 他現在都很養衰,現在他不知道他可以忍受我那些事 譬如他最近的教事務,是財委會盤會 主席是民主黨的特首位兄 那天那個盤會,坐在那裡的人只有十幾人 就是財委會,四百三十億,那夠錢我們就給他 現在那個事務在香港,你如果不加價 即是不得了學費,那些筆錢,那些筆錢,那些筆錢 那些筆錢都會肯贊成票,那就叫政府你試試試說 你講我,OK 我不加學費,那些筆錢 File,他們不肯講 那天跟我說要投票,說完所有東西 那便要投票,那我要投票,不如讓她鎮這身 要點票,哇,你呢,投票,還要點什麼票 一點票,都是你們五分鐘,四方八秒 的建制派全部下來要投票,那我就只說 哇,我那是戰腫,你打,你投票 原來你一叫建制派來投票 他不出色 他自己呆了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可能 你明白嗎 接著想起投票 結果十七對十票 我們贏了 那張文剛正在指著 你罵出來 我罵甚麼錯 你民主黨現在只有五個人在這裏 你民主黨八個現在只有五件在這裏 你那三件在哪裏 擺明是負航在這裏 你明白嗎 現在我們在議會 我們經常會抓這些東西 譬如有一次我在說那個獎積金 要取消獎積金十五分鐘 我就動這個民主黨 然後全場一個人都沒有 民主黨 然後大家進來都沒甚麼人 其實主席不夠人 整個議本我在說話 十七個人 你有時在立法會的直播 因為它大 我就是兇囂囂的 我們倆是常常坐在那裏 我們一定是得來好過 他們都是尊貴的議員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議會抗爭 就是派對政府 你又要防民主派 其實真的很齊全 現在事實上真的無反對白 這個難打的 這個難打的 加上他們知道你票數夠 下一大月 二、五、二、三個 所以他們現在就有一個很浪漫的期待 就是我們會全軍盡全 香港人不喜歡你這些 就是暴力 不過我們現在 我們採取的方式 就不要扔東西 留給人家 我去扔 我就和你在這裏玩 論述和東督線 我現在沒有一個議員 現在經過那個調查調查 是否有成分 先前認識 經過調查調查之後 就已經解決了 你現在只是看廣大做的 十大政策調查 我們已經認識了 你之前我們的調查 進了銀行 我們認識了 你要先認識 例如十大院 我明明是十大院 我第一次做議員 現在是十大院 因為他肆名最高 你明白嗎 那個調查就是 請你舉出十個 你懂得名的議員 為什麼你都不能說到 搬配球 你都不懂得說 搬配球 就是何宗泰做了這麼多年 石禮謙做了這麼多年 你都未必能說到他的名字 那你說來 他就是黃毓 文亮國雄 何俊仁 劉慧 這些就是 你去說的時候 是知名度高高的 我永遠都排第一個 我永遠排第一個 人到支持度 我就會排八九 很有趣 所以港台幾個月前 做了一個最受歡迎的議員 和最討厭的議員 我都拿 最受歡迎的議員 我是拿第二名 最討厭的議員 我又拿第二名 第一名 最受歡迎的議員 那個是藥味 我永遠排第二名 誰是第一個最受討厭的議員 梁國雄 OK 節目時間 今生起義 我客串這一集就做完了 希望我們有機會 電話做也可以的 謝謝 謝謝